我们要不断练好我们手中的武器 提升我们练兵备战能力 这两天 在第72集团军谋旅训练场上 总能看到江小栋忙碌的身影 他利用训练之余 为官兵们认真宣讲两会精神 分享自己参会的切身感受 连长江小栋形象又生动的宣讲 可以让我们更好地理解吸收 掌握精髓 作为一线战斗员 我深知使命光荣 责任重大 接下来我将苦练军事技能 不断向极限发起挑战 以更加饱满的竞争状态 投入到练兵备战当中 官兵在哪里 哪里就是宣讲的主阵地 我们走进训练一线 深入小散点位 采取面对面讲解 一对一解惑 台上台下互动的方式 为官兵宣讲两会精神 与官兵交流学习体会 促进大家对两会精神的学习理解 今年两会上 习主席就巩固提高 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 提出一系列新理念 新思想 新战略 作为一名基层纸战员 江小栋和战友们在交流中 思考最多的就是 如何将两会精神 融入到练兵备战的方方面面 真正发挥出炮兵旅的最大作战效能 作为基层纸战员 就是要带领战士们 把装备性能摸清楚 把技战术水平练过硬 不但向显南发起挑战 真正成为练兵一线上的 行家旅首 去年 江小栋所在旅 列装了一批新式装备 江小栋主动请英 带领连队官兵 率先展开攻关 确保了人装 在短时间内就形成战斗力 联队也因完成任务出色 先后荣获集体一等功一次 集体二等功一次 面对新思想 新使命 官兵们也更加豪情满怀 将学习焕发出的政治热情 转化为练兵备战的不洁动力 当前我们单位正处于跨越发展期 机遇与挑战并存 作为全国人大代表 我不仅要把会议精神要点 传达给身边每一名官兵 更要把宣传两会精神 与单位练兵备战实际相结合 不断推进部队新域新制战斗力生成 向着锻造全域制胜的陆战铁拳 发力迈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